梦回长安,欢迎来到那台,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一个69级的一个单挑 馆战方是一个大唐,队战方是一个花果山,是吧 这个暗地的话,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主播,是吧 叫马头头,他的一个小号啊 也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骷髅大唐 是吧,用的一手这个特技,是吧 咱们来看一下 继续启杀西爵,他主要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建设来打伤害啊 他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哎呦,这个套路有点箭呀,是吧 起了一个杀气局,自己评为自己的一个队友打一滴血 然后建设对面1200血,是吧 伤害也非常高,而且物性也很强 一把小红扫,是吧 直接把对面的一个后排宝宝打掉 因为确实对面的一个后排宝宝是可以控制 馆战方的一个子女,是吧 这样的话很影响 观察方就是说,用自己拉自己 这个,这些300的一个血啊,没事就赶紧加一加是吧 虽然加的不多,但是每回合都加,用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打了1000血,直接还把血给打 打成一半了,难道都是神佑了吗 不应该呀 继续平安之节,哎呦 一把移形幻影,直接把你的血和我一个互换啊,太贱了呀 这一手移形幻影影的,对面直接懵逼 其实,观察方,哦,继续拉了一个骷髅怪 这个骷髅怪的一个名字也是非常个性哈 马拉了个臂,有意思 继续300的一个药也是卡起来 哎呦,但是对面一把棒子直接耍了2000多 这样的话,观察方有点难受 哎呦,这宝宝确实有点个性哈 两个骷髅怪,这个叫马拉了个蛋哈 继续起杀起绝,这样的话下一回合对战方有点难扛呀 对面下一回合肯定还是会自己继续A自己 给对面造成一个伤害,建设伤害 哎呦,直接把人物给建设死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15回合了,是吧 就目前抢上的一个形式而言是对对战方十分不利的 对战方打不进来,观察方继续起一把杀气绝 哎呦,一棒子 其实感觉观察方可以适当的带一个鬼魂的一个宝王 因为确实观察方的一个宝王 这个抗击打能力还是比较可以的 对战方的一个人物继续被剑射倒 还有观察方的这个骷髅怪,是吧 这个弹,这个耐力非常高,是吧 对面直接打不动 对面继续起鞋子 哎呦,确实啊,这个套路太深了 直接开始出受魂追的一个宝宝 是吧 宝宝我清不掉你 我可以控制住你是吧 只要控制住你 限制一下你的一个行动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准备 说我可能会打的 他们在带一个年龄 也有很多打出 就是寝宝强的一名 extracting 最后开始怎么解写马 蒙逼啊 而且这个建设的一个伤害好像可以无视你的一个防御啊 无视你的一个保护 用起来非常顺手 继续杀棋局 这样的话 贵兰方应该是投降了 确实找不到一个切入点 可以看到啊 观召方一个红扫过去扫200血 但是观召方可以利用一把这个杀器爵的一个建设可以直接建设掉1200血 打这种钢板还是非常好用的啊 主要是打法构建 哎 我喜欢是吧 大家应该也非常喜欢哈 咱们明天把这个视频好好地推一下哈 就是说大家如果看到现在 可以给我点点赞 是吧 然后也可以评论一下 这样的话 能够把这个视频的一个播放量就是说 就是把这个视频的一个推荐量 是吧 推的一个更高 让更多的咱们一个梦幻的一个朋友看到这场比赛 确实打法确实很新颖 很好看哈 咱们等会儿继续找一找 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码头头的一个比赛哈 哎呦 这杀人大蛟龙 大温天龙 一把红扫 结束比赛 漂亮